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今天就讲这十个吧 然后我觉得每次我在这个act上面呼喊一下 就有很多人来点赞 那么平时你们看的时候也不会顺便给我点一下 点一下会死吗 死了没有 没有死是吗 没有死的话 帮我点赞一下啦 留言一下啦 你们帮我点赞留言的话 那很多人就认识我 那我就可以认识很多很多人 是不是很伟大是不是很厉害 OK啦 不要不多说开始了 那今天就讲这几个 然后从link开始吧 link是我目前自己也是有空一单的 然后我的止损差不多要到达了 希望能够度过这一关 我的止损在730 7要多近的730出场 然后希望能够度过这一关 我还是觉得有希望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从4小时来看 有几个趋势线吗 可能可以看一下这条趋势线 现在目前在顶着顶着 顶着 所以这里我也看到的就是一个 暴增量来到这条线 720左右 他又上去去到最高点 726 应该差不多了啦 这个如果他真的暴上去 突破730的话 那他下一步可能去到8块了 那我也不可能拿着我的供单 拿到他去到8块嘛 会止损先 他回到8块的时候 我再看要不要再更高的价格去控它 所以link这个就是我的方案 可以下一个看比特币 比特币上一期就讲是跌的 然后果然跌了 美联储这个暂时不减息 然后市场就没有脑 今天早上开盘 拉盘被砸下来 比特币这一波 我觉得至少砸到这个蓝色区 但真的突破这个蓝色区的几率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不要做算命老 然后希望到达这个level的时候 牛还可以苏醒过来推一波 如果他直接砸破这个蓝色区的话 那那个空军真的赢的 那下一步他的底啊 我都懂真的在哪里 可能又回归2万了 这是比特币 看一下以太坊 我喜欢这种快快啊 讲完也不用太多废话 以太坊也是上一期讲到的 就是在这个1600多这个阻力 测试一次两次 三个礼拜五还是拜四 你空的话应该再赚钱了 只是以太坊现在来到一个支撑 也不懂这个支撑强不强 然后我觉得安全的方案还是这个level不要空 如果任何的反弹继续的高空 我不懂这个蓝色区能不能顶着 但顶不住的话 哇下一个那个那个很远的很远 下一个他会去到的level可能是这里了 也没有很远了 就回到这边了 回到这个趋势线上1400多 这是以太坊 然后有人叫我看两三个人叫我看CRV 也不懂为什么 是不是拉盘 看一下4小时拉盘我们来高空 哇这个蛮漂亮的 有很多爆震量出货的现象 ok然后也不用怎么看 趋势线拉一拉 画一画 乱乱画 可能乱到可以乱乱发财也是 这个level 看起来真的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底 然后有爆震量 RSI从这个超买出来的话 你们喜欢干他的话你们去干吧 这个我不熟悉 我也不知道他留东西好不好 然后最近你们如果要做多做空 也是要看一下那个资金汇率 如果太高的话就不要乱七八糟 不用杠杆 直接用百分百一倍的没有杠杆 直接去干他 不然你负那个汇率很痛 上次我就被那个什么 TRB教训了好痛 本来赚钱的 因为无缘无故去用的杠杆 然后变成倒亏了 可以看一下风提摩 最近很久很少听到风提摩唱歌了 他最近好不好 风提摩 这个好像 这个好卡 这个真的没有行情 无聊死 但有这条局势线吧 就是每次上来 反弹做空反弹做空 可以反弹做空反弹做空反弹做空 我觉得就是这样玩了 不要看到一根绿绿 你就要去跳进去去做多 不一定的 可能来到这里 没有力又要继续的下跌了 我觉得空军为主 基本面你来看 不减息的话 我觉得暂时空军还是比较有优势 然后看一下RUN 有人空到很舒服跟我讲 这个我没有选 我选了Maker 我选了Mask 我选了Link 还有最后一个是Matic 我有四个空单 如果多单直接发力的话 我就直接拜拜了 我每个都有止损的 这个RUN 挺漂亮的 蝙蝠 然后如果你在196空的话 现在16多了 目标价怎么去找 你可以考虑用这个AD的382618做参考 好像你拿这个AD382 其实已经到达第一目标了 然后第二目标在差不多1块6毛1左右 来到这边的话 你记得要出厂一部分了 不要像我这样每次拿太久 赚钱变亏钱 笨蛋 不要跟我一样做笨蛋 做聪明一点的笨蛋 OK 这个是RUN 然后这个Mask 我有这个 那天发完视频 然后我在推特上面有一直讲 一直讲 然后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多少人看上它 到我看上它了 因为我在那个28左右这里空了 然后慢慢跌慢慢跌 这一波上去我没有被打折 我的支损在295 你看我多幸运 然后这一波下来 我猜 应该可以回到这条去视线上吧 应该不难 OK 所以可能在250左右可以出吧 这里 我觉得到了支撑后就差不多了 这一波吃下来也是挺爽的 10多20% OK 这个是Mask 你看到吗 横线的阻力 暴增量出货 再加一个斜斜的阻力 全部结合在这个level 所以这个很漂亮的 那天我在那个推特也是有讲到那个IMX 这个如果你没有选这个更好 这个我没有选 这个赚的更快更多 这个我今天不讲了 有人叫我讲这个蚂蚁 蚂蚁 哇 这个蚂蚁挺强的 这个我不熟 这个好像是大牛逼 这个我跟我做什么鬼的 看一下日日星吧 四小时看不到 看不到任何事 这种流动性很差的 很容易操控 然后 哇 这个我真的不会玩 这个蚂蚁不是我不要分析 我真的看不到东西 可能能看到的就是一条那个平行通道 这样 不会看 难玩吧 真的要空的话 可能5块钱以上再考虑吧 这个我看不到 我看一下有没有形态 找不到形态最烦的是这种 X A B C 1414 又去到1618 这个我放弃 这个浪费了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看一下美元指数跟那个黄金 因为美元指数是强的 然后这边这边是有一波 加突破 反弹 我觉得 这一波那个美元指数会继续的上涨吧 可能去到112左右 这里完成大杀月后 这里可能美联储就开始减息 所以USDT 到了这个112这里的时候 可能记得要套现一部分 应该那个时候就是在顶峰了 OK 暂时就是我觉得多军可能是比较强的 什么时候那个美联储会开始减息 一般他们维持这个汇率可能6个月吧 上一次真的搞那个汇率好像是7月份吧 可能到明年1月2月份 过年的时候 农历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再开始减息 才布局明年的整个行情 我猜的了 可能我猜错 好了 最后一个 黄金 可以 不减息加息的话 对所有的商品都是不好的 然后包括那个黄金也是 黄金这边出了一个经典的假突破 来到这边假突破 马上被炸下去 所以我猜 最容易走的方向应该是下去的 在不久的未来 这两三个月吧 黄金回到1760左右这里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好了今天说到这了 希望你们记得去帮我点赞留言分享 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